通膨持续减压 主机总处公布了4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年增率是1.95% 跌破2%的通膨警戒线 部分食物类基数高加上油价指稳 是这一次CPI下降的主要因素 便当店老板娘仔细地将一道道美味佳肴 分装到便当盒内 自助餐是许多人喜好的外食选择 不过老板娘感叹 4月后店价调涨 食材要维持原本的价格不容易 就像蝴蝶效应一样 这个涨 那所有的东西都要跟着涨 如果说接下来每年都涨一次呢 你说影响大不大 应该很大了 本来就比较辛苦 现在他要赚的利率比较少了 你跟涨价利率都比较少 虽然店家忧心重重 不过根据主机总处7日 公布4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年增率1.95% 低于3月的2.14% 也跌破2%的通膨警戒线 显示店价上涨 似乎并未加重通膨的压力 台店这是 虽然平均店价调涨11% 但是在对家庭部门 家庭的部分呢 住宅应用店 他只有调涨百分之 平均调涨百分之4.48% 在那个4月的部分 这个月有些或许调涨也是因为 有考量到店价调涨或是其他 其他一些营运成本的调涨都有可能 但是没办法单独离系出来 这个月有多少是受到店价调涨的间接影响 主机总处表示 但外食肉类等食物类以及油价值稳 是这次CPI较上个月低的主要因素 主要就是因为部分食物类的基数比较高 再加上油料费在政府稳定 油价的机制下呢 那个价格没有变动 应该上涨了 但是因为价格没有变动 使得整体的CPI涨幅较上个月的 百分之2.15%缩小 由于商品类价格平稳 整体物价慢慢趋缓 不过展望后市 由于4月下旬填后不稳 预估蔬菜的价格会上涨 5月CPI涨幅可能会回升至2%左右 记者姚立安家民话台北采访报道